大多数到来的客户呢 都是冲着来吃我们的这个 还有我们的 阿桑拉萨 拉萨还有一个 鸳鸯拉萨 鸳鸯拉萨是我们的 酸拉萨跟咖喱控和的 那么多游客都会来这边打卡 因为这边就是我们 来到阿桑拉萨 必到的地方 我们最辉煌的时候 每个客户曾经开了一条 长长的龙头 有整六间店面的长道 你来到中科巴斯巴 必吃的就是一个是 它是以搓冰 盖成一个小冰球 然后淋上这个椰浆 然后再淋上那个鸳鸯拉萨 我们这个椰糖呢 是熬制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它很粘稠 淋下去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溜下来 在你的那个血冰球那边 很有艺术感 你来到中科巴斯巴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三个 来自外太空的陨石 我本人就很喜欢水晶 好像玉石的东西 宝石的东西 因为这个三个就是好像 附露寿嘛 所以每个人有缘 都会遇到它 都会在这边洗个月 为什么你走进来的时候 你讲是美食嘛 为什么这边成练了那么多 这些文物啊 古物啊 紫钞啊 Junker Street 当时这条街叫做古董街 来自海外要来买古董的 寻找这些古物的 他们都会来这条街 爸爸 沙都 阿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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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的 97年 经济风暴嘛 为了要把自己的经济 再建立上来 你就是一定要开创 另外一个事业 来咯 我本人也是很喜欢 创意和创新的东西 再加两个10克 我们就把我们的老本行 做古董行业转移做美食 现在我们是在准备着 我们的这个上汤 这个就是巴巴拉沙 然后这三窝是阿桑拉沙 我们用的这个熬这个上汤 就是鲜虾 这个是葛松叶 阿桑皮 南姜 香茅 还有姜花 这个一般上我们都要熬四个小时 整碗这个上汤都是鲜虾的 带出了那个甜味 我们的上汤完全没有鱼在里面 就是这样你要吃的时候 我们才有给一汤鱼 那个鱼鱼 面条啊 鸡蛋啊 腐皮 那里都可以吃到 但是上汤只有来到这一家 假如你今天问我 阿桑拉沙会不会像冰城一样的味道 我跟你说 对不起 不是 都是我个人创新 创意出来的一个味道 都是本家的 secret recipe 我们巴巴拉沙一般上都是用米粉 然后它有这个豆菠的 ok 所以我们就会放一片炸腐皮 然后放一些黄瓜丝 现在我必备我最爱最爱吃的就是 鸳鸯拉沙 鸳鸯拉沙它特点是这样 你自己可以调 假如你想吃多一点酸 就可以放多一点酸的那个阿桑拉沙 今天我想吃巴巴拉沙多一点 所以我会把巴巴拉沙的汤 吃放多一点 然后今天想这个阿桑拉沙 我就放少一点 鸳鸯就是好处在这里 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这一碗的鸳鸯拉沙已经完成咯 经营这个生意已经有25年了 其实也经历过两次的大障碍了 2003年SARS的时候 2019年尾所面临的这个最严重的疫情 其实在创业里面 千万不要给自己的思维和一种负面的能量去影响 我们遇到什么风浪都好 遇到什么煎熬的过程都好 要有自信坚持还有耐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